就说今年4月份 他在新街口逛街的时候 一名推销员拦住他 说只要花费500元 就可以闻一下眉毛 然而到了南京新街口一家 续新美容会所美容院工作人员 不再推销闻眉的项目 而是一再劝他做去眼带的手术 就跟我讲 他这边有专门的什么医生 有什么主任 就是讲 他是用的什么韩国的技术 讲可以就是马马给我做 这以后用那个冰盐给我副眼睛 副的过程当中 然后那个男医生又走过来 走过来又拿个针 然后给我这边打一针 这边打一针 又把那个抽出来的 那个眼睛里面抽出来的 那个脂肪拿给我看 看了以后就跟我讲 我这个脂肪抽出来好可惜 应该把我这个法令纹填上 经不住劝说 张女士一连做了去眼带手术 注射玻尿酸 填充法令纹等几项医疗美容项目 花费了一万元 不过两个月后张女士发现 眼带眼纹又长出来了 手术并不管用 张女士再次找到了美容院 一名工作人员表示 张女士可以再做一个提眉手术 不过这需要张女士再掏9800元 这名工作人员同时表示 负责手术的年轻女主任非常忙 如果张女士需要做 现在就得预约 记者发现这家美容院的墙上挂着营业执照和卫生许可证 并没有医疗机构 并没有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他有资质给消费者做医疗美容手术吗 记者随即联系了南京卫生部门 南京秦淮区卫生监督所的执法人员来到现场 准备检查美容事实 里面的工作人员却拒绝开门 透过玻璃窗 执法人员看到一个黑色塑料袋 从美容室的窗户抛了出去 双方僵持了20分钟后 房门终于打开了 一名顾客正躺在床上 此时的美容室显然已经被收拾过 不过执法人员发现 窗帘后面的空调外机上 藏着一个玻璃盒子和一副橡胶手套 执法人员爬上窗户取回盒子 发现里面装着手术刀 手术剪 镊子等器械 还有几根头发混杂起见 摊开橡胶手套 里面竟是一团带血的纱布 而被扔出窗外的黑色垃圾袋里 则装着带血的医疗垃圾 针疼和注射器 应该是医疗鞋 包括你看 全身里都可以 经过调查 南京续新美容会所 没有办理医疗机构职业许可证 就擅自从事诊疗活动 而所谓的手术医生孙某 也没有取得医师资格证 涉嫌非法行医 刚才在跟顾客在里面干什么的 我们敲了好长时间的门 整个不开了 为什么要把那个东西扔下去呢 那你还有那个从与纸子之啊 没有 他自己陈述说 先是用针头从抽出颜色利多卡因 橘麻药 就是给顾客的眉毛下部皮肤 做局部紧润的麻醉 麻醉完之后 然后用手术剪就去掉一小块皮肤 然后从皮肤里面粉合 就达到无痕这种提眉的效果 目前卫生执法人员已没收了所有医疗器械 并将做进一步调查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 都在先让 rash地的功能